传朗诵之艺术 开家国之先河 2024年1月7日 加拿大第一届中国高校杯朗诵大赛颁奖典礼 即2024新年师送会 与新动力演播厅隆重举行 活动由西安外国语大学加拿大校友会 高原声音朗诵艺术院 现任中国高校校友会会长群 和新动力企业家俱乐部联合主办 由多伦多慕斯家居冠名赞助 孙静和另担任主持人 活动总策划 西安外国语大学加拿大校友会会长王先鸣 首先回顾了朗诵大赛 及本次师送会的组织情况 表示活动有62所高校校友会的75名选手 共计55个作品参加 历时三个半月 紧锣密鼓的筹备与比赛 主办方代表高原声音朗诵艺术院副院长 何小宇 现任中国高校校友会会长群 负责人柳元宗 新动力企业家俱乐部发起人 James Wang在致辞中表示 希望能为推动朗诵语言艺术发展 做出努力 活动收到了政商文艺各界的大力支持 国会议员蒋镇宇 安省议员柯文斌 万锦市副市长陈国志 万锦市议员杨启青 列治文山市议员崔冰辉 致辞并颁发贺信 国会议员陈胜元 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也派代表赠送贺信 认可朗诵大赛 对于宣扬中华传统文化 做出的贡献 朗诵大赛冠名赞助 多伦多慕斯家居 以及丰园工程有限公司 总裁冯建德 摩石建筑总经理 Michael Mao 铁木尔商务总裁 铁木尔等赞助商 纷纷上台致辞 表达对活动的支持与祝贺 中国著名诗人 贝林路人 澳大利亚著名 有声语言艺术学家 吕中棠 著名影视配音艺术家 张继平 深圳广电集团 著名女主播 月容等朗诵大赛专家评委 以及著名朗诵艺术家 高原特意为颁奖典礼 发来新年贺词 陕西师范大学 加拿大校友会张智力会长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华龙文化协会 名誉主席庞建老师 陕西省思诺研究中心副主席 张希望老师 上台向主办方赠莫宝 颁奖环节中 赞助商向东北师范大学 加拿大校友会等单位 颁发团体金银铜奖 加中校友商业联盟理事长赵东山 加拿大高校文学社 杨海军社长等高校社团嘉宾 向浙江大学赵长春等获奖选手 颁发优胜奖 东湖学堂等白银和礼品赞助商 向中央财经大学孙泽玉等选手 颁发个人单项奖 四川大学加拿大校友会 张金山会长等 2023高校文体活动主办方 向北京大学魏宇等获奖选手 颁发个人金银铜奖 新年师送会的成功举办 离不开众多义工的辛勤付出 Trent大学心理学教授 晚会导演刘墨威 前后修改28稿 并组织大家线下排练 他代表全体义工讲话 表达对活动的鼎力支持 诗送会分为四个篇章 明月千里 梦回故乡 流金岁月 春回大地 以及尾声新年你好 朗诵者们在经历了大赛的锻炼后 此刻尽情享受朗诵的快乐和舞台氛围 更有影视配音艺术家张继平老师 带来独颂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同时 WUSH PROJECT的激情大鼓 高校校友艺术团合唱 叫我如何不想它 精华模特队马面群走秀 歌唱家和春威独唱 赤乐歌等也是精彩奔承 最后 在诗人玉舌专门创作的百行长诗 新年的憧憬大和颂声中 诗送会圆满落下帷幕 相约第二届朗诵大赛再见 非常高兴地看到这种合同的举办 因为这个是中华文化 在加拿大的传承的具体的表现 非常多的校友 喜欢朗诵和语言艺术表演 我想这给我们将来 会让我们继续做下去 有一个非常大的动力 通过朗诵 把中国的诗词 中国的文化 语言文化 就在加拿大开了 现象活动非常踊跃 两周就把报名就报满了 作品也体现出高效的风采 希望能够参与这次活动 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 和我们美丽的语言 传播给全球的观众 祝你所有的幸福 和2024年新年